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灵异事件》,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冰箱里的午夜宴会低语,二,书夜间的幽灵书签,三,天花板角落的阴影对话 内摩,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冰箱里的午夜宴会低语 当夜幕降临,人类纷纷进入梦乡,家中的冰箱却成为了一个神秘的社交场所 在这个寒冷的小宇宙里,各种食物和饮料开始了他们的午夜宴会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冰凉世界中的低语和秘密 首先,我们得知道,冰箱里的食物界分为几个不同的阶层 在最顶层的是那些高贵的剩菜,他们曾经在晚餐桌上享受过星光照耀 现在则在冰箱的舞台上继续他们的余生 他们经常自诩为经验丰富,对于那些新鲜的蔬菜和未开封的食品颇有些看不起 在中层,通常是那些乳制品和开封的饮料 他们像是冰箱中的中产阶级 牛奶总是在担心自己的保质期,而果汁则在吹嘘自己的维生素含量 他们之间的对话通常围绕着谁能在不被丢弃的情况下存活得更久 最底层则是冷冻区,那里住着一群硬汉冷冻食品 他们总是在炫耀自己能在极端环境下生存的能力 同时也在抱怨为什么总是最后一个被选中 冷冻蔬菜经常会嘲笑冰淇淋,说它只是个甜言蜜语的家伙 在这个微小的生态系统中,还有一些特殊的角色 比如,那些过期的调味品,它们像是冰箱里的饮食 总是躲在角落里,希望没有人注意到它们的存在 而那些小包装的酱料,则像是冰箱里的游客 总是来去匆匆,从不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 午夜时分,当冰箱门紧闭,灯光熄灭 这些食物们开始了它们的低语 它们讨论着人类的饮食习惯,交换着在不同的冰箱中的经历 甚至还会有些浪漫的故事发生 比如那个勇敢的黄油小伙,如何与旁边的果酱小姐擦出火花 但是,这一切的宴会和低语都会在人类一打开冰箱门的瞬间戛然而止 食物们迅速恢复到它们的冷冻微笑 静静地等待着被选中,参与到人类的下一顿餐桌盛宴中去 所以,下次当你在午夜打开冰箱门的时候 不妨仔细聆听,也许你能捕捉到那些食物们的低语 或者至少,你会对那些静静躺在那里的食物们有了新的理解和想象 毕竟,冰箱里的午夜宴会,是我们人类所不曾真正参与的神秘聚会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书页间的幽灵书签 各位书虫们,历史爱好者,以及偶尔在图书馆迷路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既神秘又引人入胜的话题 书页间的幽灵书签 首先,让我们澄清一下 所谓的幽灵书签并不是指那些会在午夜时分自己翻页的鬼魂书签 虽然那样的故事听起来确实很刺激 实际上,幽灵书签是指那些在旧书页间无意中发现的各种物品 它们无声地诉说着过去的主人在阅读时的点点滴滴 想象一下,你在一家古董书店里翻阅一本看似平常的旧书 突然,一张泛黄的火车票从书页间滑落出来 这不仅仅是一张票,它是一段旅程的见证 也许是一次浪漫的邂逅 或者是一场前往未知目的地的冒险 这张火车票就像是一位时光旅人 带你穿越历史的长河,一窥过去的世界 或者,你可能会在一本试迹中发现一朵干花 它曾经鲜艳夺目,如今却静静躺在字句之间 仿佛在诉说着一段古老的爱情故事 这朵干花是不是某位恋人的秘密信物 是不是一位诗人灵感的来源 这都是我们可以遐想的美妙故事 书页间的幽灵书签还可能是一张遗忘的照片 一封未寄出的信,甚至是一张孩子的涂鸦作品 每一件物品都承载着过去的记忆 它们是历史的碎片,是时间的低语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如果书页间的幽灵书签真的有鬼魂 那么,图书馆晚上一定是最热闹的地方 你会看到一群幽灵书签在书架渐游荡 互相讨论它们的前任主人 是如何不小心把它们遗忘在书中的 它们可能会抱怨自己 被夹在了一本无聊至极的会计学教材中 或者自豪地炫耀自己 曾经作为一本古典文学名著的书签 总之,书页间的幽灵书签 是我们与过去之间的一座桥梁 它们让我们对于窥见历史的一角 感受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故事 下次当你在翻阅旧书时 不妨留意一下 也许你会发现一个等待被发掘的神秘世界 只是别忘了 如果你发现了一张火车票 千万别在午夜时分去火车站 除非你真的想和幽灵书签的前任主人 来一场不期而遇的冒险 谢谢小六子 当然,我很乐意以一种既专业 又不是幽默的方式 来探讨这个颇具哲学意味的话题 天花板角落的阴影对话 首先,让我们设想一下这个场景 你躺在床上,凝视着天花板的角落 那里的阴影似乎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对话 这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现象 而是一次心灵的旅行 一次对内心深处的探索 在这个角落里 阴影可能是由家具 窗帘或者其他物体投射而成的 但是 如果我们的想象力足够丰富 这些阴影就可以变成任何我们想象中的东西 它们可能是古代神话中的英雄 进行着史诗般的战斗 也可能是未来世界的居民用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语言交流着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这些阴影其实是一群极度无聊的阴影居民 它们因为被困在同一个角落太久 而开始了一场辩论 它们可能在争论谁的形状最怪异 或者谁能在日出时保持最长时间不消失 或者 它们在讨论最近的光线趋势 比如LED灯光是不是让它们显得太过现代 它们是否怀念那些好老的白痴灯时光 但是,如果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这些阴影对话可能反映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愿望 在黑暗中 我们的大脑会试图寻找模式和意义 这是一种古老的生存机制 因此 当我们在天花板上看到阴影时 我们的大脑可能会自动填充信息 创造出一个有意义的故事 即使那只是一些随机的形状而已 在文学和艺术中 阴影常常被用来象征不确定性 恐惧 甚至是我们的潜意识 想想看 有多少恐怖故事是从一个简单的阴影开始的 然后逐渐记录出一个更加复杂和令人不安的情节 最后 如果我们将这个概念应用到哲学领域 那些天花板角落的阴影对话 就好比是柏拉图的洞穴隐喻 我们可能只是在观察现实世界的一个阴影剪影 而真正的实体和真相 却隐藏在我们的视野之外 所以 下次当你发现自己在凝视天花板角落的阴影时 不妨让你的想象力自由飞翔 也许你会发现一些关于自己 关于世界的深刻真理 或者 至少你会有一个关于阴影居民的有趣故事 可以在下一次社交聚会上分享 毕竟 谁不喜欢一个好的阴影故事呢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探索了三个神秘的话题 冰箱里的午夜宴会低语 书页间的幽灵书签 以及天花板角落的阴影对话 通过这些故事 我们发现了日常生活中的微小奇迹和无尽可能性 冰箱里的食物们虽然没有真正的声音 但他们在我们关上冰箱门的瞬间 展开了一场神秘的宴会 他们彼此交流 分享经历 甚至有些浪漫的故事 这让我们对冰箱中的食物们 有了新的理解和想象 也让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它们真的有声音 会有怎样的对话 书页间的幽灵书签 是我们与过去之间的一座桥梁 它们诉说着被时间遗忘的故事 无论是一张火车票 一朵干花 还是一张照片 它们都承载着过去的记忆 让我们一起留意书页间的幽灵书签 发现那些神秘世界和美妙故事 天花板角落的阴影对话 是一次心灵的旅行 一次对内心深处的探索 在那里 阴影可能变成任何我们想象中的东西 也可能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愿望的体现 无论是幽默的阴影居民 还是哲学的洞穴隐喻 它们都带给我们 关于自己和世界的深刻思考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观众朋友们的想法 你们对冰箱里的午夜宴会低语 书页间的幽灵书签 天花板角落的阴影对话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让我们一起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